然后我们来碰绣工 然后先将绣工这个完整的这一片放在下面 然后再放上绣布 接着我们再放上另一个绣工 套上把两个套在一起 套好之后我们将图案 调整好 调整好图案之后呢 然后把这个绣工拥挤 不要将图案拉变形了 调整的这里 将绣工拥挤紧 这样我们绣的时候就不会 不会来会晃动 尽量让这个图案都在这个绣工里面 这个绣工工好之后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珠子 材料包里面呢有三个珠子 三个四个珠子 三个珠子呢是用来绣这个花的 一个珠子是用来叮花瓣里面的这个花蕊的 这个粉色的珠子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纸 然后这个是粉色的珠子 是用来叮这个樱花的花瓣的 然后黄色珠子呢是用来叮玉金香的花瓣 这个浅黄色 然后绿色珠子呢是用来叮这个叶子 还有另一个珠子呢是用来叮这个花 花蕊 这两个花的花蕊的部分 珠子介绍完之后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我们用的这个针 一个针呢是稍微长一点 一个针稍微短一点 这个长一点的针呢是用来刺绣的 这个短一点细一点的针是用来叮珠子的 我们叮珠子的时候 首先用到的是这个细的针 然后最后刺绣的时候用的是这个粗一点的针 最后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图纸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纸上面 有标示的这个刺绣方法 这边呢是成品 成品的图 下边的是刺绣方法 这边12345 对应的是线板上的12345号线 然后这比如说这个地方 二号线断面绣连骨 我们就需要取出线板上二号线 然后取连骨 然后进行刺绣 这个地方标示的二号线 黄色蜜珠 然后我们就取出那个 黄色蜜珠 然后用二号线一骨 然后进行刺绣 接下来我也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还有这个地方 我们有标示的说 断面绣 按键头方向排线 然后我们有标示的这个接头的方向 然后我们排线的时候 就按照这个接头的方向进行排线 然后接下来呢 我也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全部这些都了解了之后 我们来进行刺绣 现在我们来进行刺绣 首先我们先绣这个预定箱这个 看一下图纸 图纸上标示的 我们是需要 我们先钉珠子 然后钉珠子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看一下它用的颜色 二号线 我们取出二号线 取二号线一骨 进行钉 然后传入较细的这个针中 我们钉珠子的时候用的是细针 如果觉得线太长的话 可以将线从中间剪断 三头大截 大截之后我们开始进行刺绣 我们是要先钉外圈的这个珠子 然后再钉里层的 再绣里层的这个断面绣 钉珠子的时候呢 我们先看一下成品 它是比如说这一圈珠子 然后钉完之后 钉这一圈 然后最后再钉上面的这一块 这样的话它会有一种 层次感 压就是压珠子的这一层 这一层绣完之后 然后再绣这一层 然后会感觉这一层 最外面这一层珠子 是在上面的 这两个珠子是要靠后一点的 这样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在绣的时候 也是先把最外 靠近咱们的这一个花瓣 先绣好 然后再绣这个花瓣 然后最后绣这一部分 然后绣完之后绣叶子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开始绣的时候 认取一点都可以的 也可以从中间的位置开始绣 比如说我们从中间 现在中间钉一个珠子 然后确定好中间的位置 定一个米黄色的珠子 把这个珠子放在一个 如果没有拖牌的话 就放在一个比较 粗糙的布上 或者不要放在太光滑的地方 如果发现太光滑的地方的话 它会有一点跑 然后你那个珠子就会来回跑 然后就丢了 所以我们要放粗糙的布上 然后这样的话 它不会来回跑 或者放在一个盘子里 我们现在中间的位置 定一个珠子 确定好中间的位置 接着然后从任意一边开始 那珠子的时候 我们选那个珠子大小 不是反显的 但基本上一样的 因为这珠子有个别那么一两个珠子 可能大小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个别一两个珠子给挑出来 硬珠子的时候 我们用到的针法是回针的 混针锈的方法 然后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定一针 然后再回到 说回针的方法定下一个珠子 而珠子排列的时候 要排列的整齐一点 我们每次往前一针的时候 都是留一个珠子的大小 刚好留一个珠子 大小的距离 然后出针 然后把这个珠子定在这块 回一针 然后把珠子定在这个地方 然后难度就是留这个空隙的时候 可能会留的特别小或者特别大 如果留的特别小的话 它就这个珠 就是这个弧线 就会被那个珠子给记得变形了 然后它就不是那么远顺了 如果留的太大的话 你可能定出来之后 那珠子和珠子之间的空隙特别大 所以我们两次 你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需要练那么一次两次 掌握一下 那个珠子那个空隙的感觉 在那个感觉掌握好之后 你基本上可以控制好 大概留多少的距离 刚好钉下一颗珠子 尽可能的我们要慢一点 然后把那个珠子定的整齐一点 定了 珠子定的整齐 我们做出来就会更好看 也可以 如果你有别的方法盯珠子的话也可以 但是就是要保证珠子定的整齐 还有就是你回针的时候 一定要回到上一个 你珠子那个线 那个点上 这样的话 它就盯出来之后 在一条线上 就会更整齐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珠子不是特别整齐 然后还有点松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退回一些 比如说我们回到这一针的这个位置 然后把这个针 针从这些米珠中再穿过一次 把把线拉紧 像这样呢 然后这个米珠就会固定一下 然后它的位置也可能就不会那样 它会晃动 然后我们再接着钉 每次盯的时候都用回针的方法盯 这样盯出来会更整齐 因为你针法一致了 它会更整齐 不要前面 如果不要用其他的针 回针盯一针 再用其他的针法再盯一针的话 它就不太整齐 这边可能因为视频也是会 那个针的比较快 大家针的时候稍微慢一点 接下来呢 我们就以这样的针法 从这边钉到这边为止 接下来我给大家进行演示了 大家把这个地方钉完 前面的这一圈钉好之后 我们来钉这两个滑干 可以从这个这个点开始 像这个样子 接下来呢 还是刚才的针法 不断重复 钉这个柱子 那边的针法 还是这个针法 不是有针法 但是 就像是针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没有什么难度 然后就稍微认真整齐 让牌子整齐一点 如果出错的话 我们可以拆了 重新开始缝 对 刚才缝的那个桌子 有点没最爽 我们可以再 可以把它拆了之后 重新缝一下 我们可以拆了之后 我会拆了之后 最后就让我们足夹开始 把手铁都放开 像这样呢 这个花瓣就修好了 这个花瓣和这个花瓣 修的方法是一样的 这个 然后呢 后面这个花瓣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然后大家用我刚才教大家的方法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柱子全部都顶好 顶好之后我们在边面打击 然后将线头剪断 剩下的部分呢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用这样的方法 把它盯好 盯整齐一点 即可花瓣绣完之后 我们来绣这个叶子 叶子我们还是取出五号线一鼓 而传出这个较细的这根针里面 成好之后呢 我们来盯这个珠子 盯这个叶子的珠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叶子上 这有一条中线 然后这个叶子中线的两边呢 有两个小底儿 我们在盯珠子的时候呢 就是小点中间这条线 是不盯的 因为我们最后的时候 需要在这个中间 放一个这个枝干 所以这两枝干的这个位置 是不盯珠子的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 从这个点开始盯珠子 然后盯上下面这个点结束 而这一点也是 从这个点开始 盯一圈盯到这个点结束 然后中间这一块是不盯珠子的 让我们最后放这个枝干 现在我给大家进行演示 针法还是和以前的针 叶子 叶花盆的时候是一样的 回针锈 回针的时候 流出的空隙是一个珠子的大小 如果钉错的话就拆要重新 在这个比较平坏的地方 是钉错的什么有什么问题的 只要钉整齐即可 稍微慢一点 钉整齐 不要钉得过紧 听到这个拐角的地方的话 会比较暖一点 你就是如果拐角拐得好看的话 这个整个花瓣做出来会比较好看 整个叶子做出来会比较好看 到这个拐角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一六已经盯完了 盯到我们这个 它线的这个头上了 然后这个珠子的朝向是朝这一边的 然后我们从这一六开始呢 就需要和它成一个直角的形 那个方向 就是它朝这个 这一六的珠子是朝这个方向的 然后这一六的珠子是朝直 刚好和它成一个十字直角的形的 然后边缘对齐 刚好和它是两个方向 它是朝这边的 它是朝这边的 这两个方向刚好是相扯直的 然后边缘 比如说你这个珠子比较盯得开靠外 开靠外之后 它就会这就形成一个角 然后这个就没有那个尖角的感觉 所以它这个边上要和这个是平起 它盯出来之后会就很整齐 和下面这个图案的形状是什么的 就拐角的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的难 其他地方都比较简单 然后就有点耐心 然后认真一点把它盯整齐 其他地方没有什么难度 从这个地方定到这个地方结束 这个就到这个点 这个位置就结束即可 修完之后呢 我们用相同的方法修另一边 修另一边 另一边也全部修好之后 我们再背面打击 这样先结束 另一边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用相同的方法将另一边 另一边的花拌也是 珠子也定好 定完之后我们来盯这个樱花 接下来我们来修樱花这一款 修之前呢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 修的顺序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成体 还是我们先把边上的这个珠子钉了 然后再修里面的这个顿面修 像这一款樱花呢 我们修的时候先修这个边上的这个粉色珠子 然后再修里面这个花蕊 最上面这个花瓣上的这个两颗小珠子呢 是最后钉的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进行演示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还是参照图纸 看一下图纸上用的是四号线 橘粉色米珠 然后冰珠袖一鼓 然后我们取出四号线一鼓 然后穿入交系的这根针里面 粉色的米珠 然后我们取出粉色的米珠 大家取出材料包中粉色的米珠 接着我再给大家进行演示 我们盯这个樱花的桌子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案 图案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花瓣 它是整个花瓣都落在外面的 然后其他的花瓣都是被压在它这个下面 比如说这个旁边的这个花瓣 是压在这个花瓣下面 所以它有一部分是没有露出来的 这个花瓣也是 像这个花瓣 它有两个别的都是被压在这个 这两个花瓣下面 所以我们在绣的时候 要先绣这一个花瓣 先绣这个花瓣 完了之后再接着绣 请按顺序 先再绣这个 再绣这个 再绣这个 最后绣这个 你这样的顺序进行刺绣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 因为这个花瓣呢 尖角比较多 所以可能在绣的时候会稍微有一些复杂 这个平缓的这些地方呢 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一点 复杂的就是这个崴脚的地方 先脚的地方 那个啊 要把它绣的好看一点 还要绣出这个 樱花的这个形 会比较稍微有一点难度 所以大家在绣那个地方的时候 会要稍微慢一点 那钉珠子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用回针的方法 进行钉珠子 回针的时候 预留的位置是一个珠子的大小 然后桌子呢 也是不要钉的过紧 也不要钉的过松 回针的时候 也是要一下 你要回到前一个桌子的那个红的那个线上 这样它能更整齐一点 然后在一条线上 盯出来的桌子在一条线上 现在我们要来到这个尖角的位置了 这个地方大家稍微深深看一下 让我绣慢一点 现在我们看一下预留的这个 剩下的这个地方有两个珠子 大概目测一下 大概能绣两个珠子 现在我们先绣好一个珠子了 然后还剩下一段 还剩下一段 比如说我们剩下这一段呢 我们可以再定一颗向这个方向的珠子 或者是我们直接从这个珠子开始 我们就不钉这个方向的珠子了 再换一个方向开始钉 比如说我们要钉这个方向的珠子 给大家演示一下 像这样 这个珠子呢 我们刚开始钉的是朝这个方向的 然后最后还剩下一点的话 我们就不钉这个方向的珠子了 直接把它钉成这个方向的珠子 像这样的话钉出来之后 这个珠子它就不会特别挤 然后也不会这个形 就是下面这个图形的形状也不会变 就是它这个珠子是 这两个珠子是相互垂直的 这条线钉完呢 我们还是换一个方向钉这边 钉的时候我们也尽量是垂直的方向 就这两个珠子 让它垂直 像这样就钉出来一个非常V的尖角 要转过的技巧的是 我们钉的时候一定要是保证 它是前面一个珠子和后面一个珠子是相互垂直的 然后边缘是对齐的 不能多出来一点 然后也不能回去一点 然后到这边 这个地方呢也是相 它俩是相互垂直的 然后这个珠子呢 也是边缘要保持 保持就是对齐 然后再回到这边 还是我们要钉一个和它垂直的珠子 就是孔向是相对 比如说我现在钉的这个珠子 和这边和这边对比的话 这边的尖角就没有 这边的尖角明显 所以我这个珠子可能就钉的有点靠外了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给它稍微往里调一调 像这样子呢 就再对比一下刚才的那样 它这个这个珠子钉的就会比 刚才钉的要好一些 因为它刚才钉的有点太出来了 然后就没有那个尖角的感觉 你稍微往后一点的话 它这个尖角就有出来 我们接着钉 接下来这一段就会比较简单 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尖角的位置 我们重要的还是要把这个形给钉出来 不是说我们只要把这个一圈的珠子钉满即可 你盯完珠子全部盯完之后 然后这个那个樱花的那个形没有了 然后盯出来都不好看 在盯珠子的过程中 我们还是要盯 记得调整一下这个珠子 调整一下珠子的形状位置 让它保证下面的这个樱花的形状是正确的 按照我刚才说的那样来盯着珠子的话 基本上能保证那个这个尖角是出来的 尖角出来了之后 这个樱花的形基本上不会变 这样的一个花瓣就定好了 我们一相同的方法的定另一个花瓣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进行演示 我们修完这个花瓣之后 你按着开始修这个花瓣 然后从这个点开始 修的时候呢 都是用回真的方法进行 盯住 进到这个地方 目测剩下两多米钟的时候 我们还是比刚才那样的方法 放下定 先定一个 然后再换一个方向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比如说盯完这颗珠子之后 它就没有地方再盯珠子了 你可以把这一排盯完之后 再担着它 只要这个地方这两颗珠 拐角的这两颗珠子是相互垂直的 即可 就像是这个一样 这边盯完了之后 再拐一个方向 它两个地方是垂直的 只要这个地方是垂直 它的两颗珠子是相互垂直的 这样盯出来的珠子就是有尖角的 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大家在盯的时候 可以左摸一下 然后看怎样能盯得更好看 像这样 这边盯两个珠子的话 这条线基本上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就不能再接着 再盯一颗珠子 比如这边盯了三颗珠子 这边只要盯两个珠子 这条线就没有了 那我们就再换另一个方向 开始盯 然后让这两个珠子顺直 如果不顺直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往前推一推 用另一个珠子把它盯一下 紧一下自己往靠前 这两个珠子盯完之后 我们再换个方向 盯这边的珠子 已经保证这个尖角能出来 盯环的尖角 这边的珠子盯完之后 这两个尖角盯好之后 剩下的这个弧度就是比较好修 我们就放心把这 用放下心来 然后把这两边 把这剩下的这个地方给修好 这边的珠子盯完之后 这边的珠子盯完之后 像这样的两个花瓣就修好了 接下来呢 这期花瓣我就不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按这样的方法 让剩下的这个花瓣修好 全部修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边边打结 然后结束后将线剪断 花瓣盯完之后呢 我们来盯叶子的柱子 盯叶子的柱子 我们先讲一下叶子柱子 要先盯哪个部分 我们看一下这个产品 叶子这一块 这个部分和这个部分 都是被遮挡住的 这个部分是被花瓣遮住了 这个部分是被这个枝干给遮住了 对应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这个图上 标示的这两点 以外的这边的位置和这个 这个位置 像这些位置都是被遮住的位置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盯珠子的 要盯珠子的位置呢 是从这个点开始 然后盯到这个点结束 从这个这一片小叶子呢 要盯的就是这一小条 就从这条直线的 这个点开始到这个点 这一小段距离 然后再重 再一个就是这个点开始 到这个点结束 这些地方是要盯珠子的 剩下的这一段和这个地方 是不需要盯珠子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因为我们能看得出来 这个部分是在上面的 这个部分是被夹着下眼 只有我们先从这一部分开始绣 绣的时候从这一点开始 我们去 写个桌子 然后要回真绣的方法 定于这个桌子 听到这个拐角的时候 稍微慢一点 然后再定另一侧 紧量的让它成一个 十字交叉的这个样子 如果不太好 如果没有定好的话 可以重新再来一次 再定一刻 了解 好 谢谢大家 这个叶子的话 就是注意这两个位置 布丁桌子 其他地方都比较简单 这个叶子桌子盯完之后 我们开始盯 这个叶子 先把这一小块子 盯好 只需要盯两颗桌子 盯两颗桌子长得就可以 然后再盯盯 可以从这边开始 可以从这边开始 从这边开始 JERRY 有点 有点 对 有点 有点 overlap 这么 它是定到这个尖角的位置稍微慢一点 定到这个地方 这个叶子就全部定完了 这个珠子就全部定完了 定好之后呢 我们还是在背面打结 要先剪断 打好结之后 我们再进行刺绣 这个和珠子全部定好之后呢 我们开始进行刺绣 我先给大家演示郁金香这款 我们看一下同时 郁金香这款 这个地方手标式的颜色是三好线 这个地方也是三好线 然后这两边的这个叶子 花瓣是二好线 然后我先给大家演示这一块 这一块呢是三好线 我们先取出三好线 刺绣的时候呢 我们用较粗的这根线 然后绣的时候呢 整理头整常穿两骨修行 用较粗的这根针 我现在穿一骨 然后双头打结得到两骨 双头打结得两骨 然后我们来进行刺绣 可以先从中间的位置开始 图纸上也有标示的这个箭头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这条线就是从上往下 先把这个花瓣分成两部分 从中间分成两半 然后先就其中一半 这个入针的时候 我们尽量在这个珠子的下面 不要离得太远 不要露出的那个沙太多了 尽量把这个沙都给遮上 然后线条也是要排列的 整齐地底 尽可能把这个沙都给遮上 接下来呢就是以这样的方法将这个滑板全部填满 线没有的话我们就在背面断线 大结 断线 断线重新端 好重新传线 重新开始 重新传线 接着绣 接着绣 这边修好之后 我们用相同的方法修另一侧 接下来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用相同的方法把另一侧修好 然后我们修中间的这一块 中间这一块呢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地方有一个 这个花蕊的部分 我们直接先把它盖上 先用端面秀将底层的这个 底层的端面秀绣好 然后再绣上面的这个钉 上面的这个珠子 我们现在先来绣上 先来绣底层的端面秀 绣底层的端面秀的话 就是把这个地方给遮住 我们最后再钉珠子 刺绣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要边上这个比较细小的地方的时候 绣的时候稍微慢一点 尽可能把这边的这个都给填满 把这个细小这个小的地方的这个 杀都给填满 好 这边绣好之后 我们还是用相同的方法绣好另一侧 然后绣完之后再边面打结 接下来呢 我们来绣边上这个双色的这个 这个花 还是取出两固绣线 用取出两固二号线 这样穿入较粗的这个针 然后绣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它这个线条的走向 不适合这边一样是这样竖的 它是这样相邻的 我们图纸上标识的一样 稍微会点点挺斜的 这个 我们还是从中间 先把这个大概把叶子吞成两半 然后接着填充满 那上面小填充满 然后注意一下那个排线的方向几可 这边修完之后 我们修这边 线条排列尽可能的平行 它修出来的话会比较整齐 另一侧也要相同的方法 进行自修 然后这一侧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然后大家用这样的方法 另一侧修好 在花瓣全部修好之后 我们来盯中间的这个柱子 接下来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叶子的修法 我们再看一下图纸 叶子的修法是五号线叶形端面修两股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叶形端面修 我们从这个叶子 这个中间这条线的这个顶端开始 然后再回到叶子外轮廓的顶端 接下来的每一针呢 都是在进康凯秀的那一针 两边开始 左边秀一针 右边秀一针 在出针的位置都是在中间这条线上 具体的针法大家可以看那个 具体的刺修针法视频 在这条线上 接下来呢就以这样的针法不断的重复 秀在这个底端的时候 像这一边就已经秀完了 然后这边还剩下一点 我们直接用干面修把这边填慢 这个叶子填慢 这个地方填慢之后 这一半就修好了 没有相同的方法 将另一半修好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用这个方法 将叶子全部修好 修好之后在背面打结 打结好之后将线剪断 郁金香花瓣上的断面修都修好之后 我们来钉珠子 钉珠子的时候是在这一块 我们要钉个半圆 钉珠子的时候还是用一股秀线 而穿入这个交系的真理 钉的是这个金色的 这个黄色的蜜珠 黄色的这个冠银蜜珠 特别小的这个蜜珠 钉珠子的时候也不需要有什么规律性 只需要把这个半圆的这个位置给填满即可 但是这个方法就是在前面 一方就用这个方法就是在前面 了解 我 我觉得 我 我 就 我 就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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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呢基本上就订好了 订好之后我们再变点点结 然后结之后这个玉金箱 这个花朵就修完了 玉金箱这款修好之后呢 我们来修樱花这一款 我们来先看一下成品 玉花这一款呢 是我们需要先将中间的 这个花蕊绣好之后 再填这个边上的断面绣 看一下图纸 图纸上手标示到 我们这个花蕊的部分 是用一号鞋截地绣两骨 和一号线黄色蜜珠 丁珠绣一股交错 然后就跟和成品上熟识的一样 我们是先用这个截地绣 错落的绣一点截地绣 然后空白的位置 然后填上这个黄色蜜珠 接下来我给大家进行演示 我们先用先取两股一号线 然后传入较粗的这个阵中 接着我们来修杰力秀 在针上绕三圈 再来一次 像这样一个杰力秀就打好了 我们再来一次 像这样我们就不断的 我们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错落着 大家几个截地绣 尽量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截地绣 错落开 不要都集中在一个地方 几个截地绣好之后呢 我们还是在背面打击 将写剪断 然后再换成 一股绣线 穿入戏的那个阵里 来叮风子 换成一股绣线 穿入戏的这个阵 接着我们在空白的位置 这圆里头空白的地方 填上黄色蜜珠 用这个特别小的这个黄色蜜珠 万年蜜珠 空白的位置全部填上这个蜜珠 所以我们是在空白的地方 当然能够我把这个阵子放了 我们就以这样的方法 将这个中心全部都填上 这个米柱 控摆的地方都填上米柱 全部顶好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背面打结 中间的花蕾修好之后 我们来修边上的花瓣 边上的花瓣是用四号线 我们取出四号线两国 穿入较粗的这根真理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四号 从中间开始 我们先把这个花瓣分成三部分 像这样用三条线 给它分成四部分 然后分好之后呢 我们来将每一部分填了 填的时候呢 我们是这个线条是成这个 还是我们成这个放射状的 不是平行的 不是像这边一样是平行的 而是成放射状的 它都集中 所有的线条 它都集中于这一点 比如说如果我们可能 我们在绣的过程中会发现 这一点它入的针特别多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后退一点入针 不用全部都集中在同一点上 一针靠前一针靠后 稍微厚一点 不要太厚 太厚的话 它露出来的洞会比较大 这一点可能看得特别清楚 像这个样子呢 这一小部分就修好了 我们再用相同的方法 修好其他部分 一点一点的完成 一点一部分一部分的完成 都集中在这边的 放射状的 我们再用相同的变远 融入 对 我们再用相同的变远 这个线绣完了之后 我们还是在背面打剪 然后换线重新开始 传好线之后接着开始 行 像这样的一个滑瓣就修好了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次 先将这其中的一个滑瓣 分成两三条线分成四部分 绣的时候 让这个线条成这个黄色种 入针的时候可以一针靠前一针靠后 我再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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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两个花瓣就修好了 我们用相同的方法 将剩余的花瓣都修好 修好之后呢 我们在上面盯上两颗珠子 接下来我给大家进行演示 盯珠子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换成较细的那根针 然后用一股线 进行盯珠 穿好线之后 我们穿一根 一股绣线 在这个较细的针中 穿好之后 给大家进行演示 我们在这个花瓣 靠近花蕊的这个地方 盯两颗米珠 这个粉色的这个米珠 盯两次 盯好之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次 这边再盯两个 每个花瓣上都盯两个 像这样子呢 就是这个米珠就定好了 大家以这样的方法 将算下的这个干脑花板都修好 修完之后还是 都是需要在背面打结 上面的樱花瓣修好之后 我们来修叶子 还是我们参考一下童子 叶子是五号线 叶型断面修 我们取出五号线 两股 开始进行叶型断面修 像这个叶子 虽然这边我们要钉珠子 但是我们修的时候 是需要把这个叶子 全部填充满 叶型断面修的针法 和前面这个叶型断面修的针法 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为了 叶子的叶型断面修 是一样的 说中间的叶型断面修 还需要我们的叶型断面修 我们还是接着从这边开始 绣到这个位置结束 这边绣完之后 我们接着绣这一边 还是从这个顶端开始 然后用叶形断面绣 绣到这个位置结束 绣到这个这儿画了一下 这个地方 这边用叶形断面绣 最后剩的这一个小方块 然后我们用断面绣 直接填充即可 这边的断面绣好之后 我们用这边的是叶形断面绣 修好之后 我们用断面绣 把这个小方块给填充一下 这个秀 填这个断面绣的时候 填的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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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秀 填这个断面绣的时候 填的上边 填好之后 我们在背面打击 像这样呢 刺绣的部分就全部完成了 刺绣的部分都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将这个绣缝取下来 接着我们沿这个外轮廓 外面的这条线 将所有的绣片都剪下来 那个紫钉箱和小厨局那块 和这个是一样的 我给大家演示 就沿着这个外轮廓 把这个绣片剪下来 像这样呢 绣片就剪下来了 剪下来之后 我们来粘这个 我们来处理这个边缘的这个布 我以这个 这一片 给大家进行演示 另一个紫钉箱和小厨局 处理的方法和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先沿着这个 拐弯的这个地方 给它打尖口 剪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我们不要把这个里面的 这个绣的这个线给剪上 打好剪口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绣布 像这样弯折 对 然后向里 像这样 给它折回去 然后用 然后粘上胶水 我们可以取出胶水 然后将胶水粘在我们腰 粘那个沙的地方 就不要粘的过多了 粘的时候稍微慢一点 因为这个胶得稍微等一会儿才能干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折好之后 用手给它按压一段时间 然后从正面看一下 不要让这个沙漏出来 不要让百沙漏出来 尽量让百沙都给折回去 按压 按压等它干了之后 就不动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进行 再沾下一个 沾的时候 如果手上有太多胶的话 就不要碰这个正面 比方这个胶粘到正面 粘胶的时候 我们一个 就是这一小半一小半的 不要一个次粘的太多 像这样 粘好之后 按压等一会儿 用手按压一会儿 让它干 我们今天保持手指上 就是不要粘过多的胶 如果胶太多了 就给它清理一下 最重要的还是 不要让正面能看到我们那个沙 正面不要看见沙 让把这个沙全部都折到背面 接下来我们就以这样的方法 将边缘的这些 露在外面的沙头给它粘好 粘到背面 粘好去 粘的时候也不要弯折得太过了 然后让这个珠子就变形太大 不要把这个沙给遮住 它正面看不见就好 如果这个简口没有打好的话 我们在粘销的过程中 也可以重新遮探再打简口 这样的方法像这边全部都张好 花瓣张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用叶子也用相同的方法进行粘合 叶子的这个边上打两个剪口 而这个尖角的位置打一个剪口 拐角的地方都得打上剪口 这两个呢也是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打剪口 那是拐角的地方或者是 这个弧度比较大一点的地方 每一个都分成一个小小 不要整成一大片 不好往回去 不好往回多 都给它整了一小块一小块 领口都打好之后呢 我们就用刚才的那个方法 把它都给它粘回去 一点一点的慢慢粘 粘好之后用手稍微按一下 按压一下 然后这边不要露出纱 在它干了之后我们再手再离开 接着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将边缘的纱都给它粘回去 所有的花瓣边缘的欧根纱都粘好之后 就是我现在给它这样弄好的这个样子 这四个花 我所有的花瓣和叶子 我这个杯面的欧根纱都粘好了 粘好之后呢 我们需要缠一个这个质干 每一个花 它下面都有一个质干 我们需要给它缠出来这样一个质干 材料包中有这个铜丝 我们取出材料包的铜丝 然后把这个铜丝呢对折 对折之后剪开 然后再取出其中一段 这一段铜丝呢可以做两个 从中剪开之后可以做两个 然后我们取其中一个 其他给大家演示一下 取其中一段 然后把它对折 底部呢 然后用剪刀给它压一下 把两个铜 把对折的这两个铜丝压在一起 然后让它两个铜丝定在一块 弄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我们开始缠线 我们先将这个放到一边 现在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能看得见这两个是一对 这两个是一对 然后这个上面的铜丝 这个质干这两个质干会稍微粗一点 这两个质干会稍微细一点 接下来我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缠这个线 首先我们取出这个绿色 五号锈线 五号锈线取两骨 五号锈线取出两骨之后 我们来绕线 好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时候 是这两个是稍微粗一点的 这两个稍微细一点的 比如说我们取出这个铜丝 要在上面绕线 如果我们要缠这两个的质干的话 就稍微细一点的话 比如说从这段开始 这段开始绕 绕上去然后下来 因为我们需要从这段开始绕到中间 这一段距离就是我们要有预留的那个质干的长度 然后从这头开始绕 绕上去之后 再绕下来 再绕上去 就是来回到三趟 像这样呢 我们最终就把那个结尾结在这个地方 这样绕三趟之后就可以了 如果缠这两个的话 就是需要从这一段开始 比如说从这一段开始到这段 再回去 一二三四 再回到这边 相当于是绕四趟 就是来回来回两次 绕四次 然后就缠出来了 这个是绕四趟 然后这个绕三趟 就是它们俩会稍微粗一点 它们俩会稍微细一点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我现在成的这个是绕四趟的这个 我从这边开始 绕三圈的那个是从 比如说如果是绕三次的话 是从这边开始 因为我们需要把结尾藏起来 藏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绕三圈的话 是从这边 这边开始 到四圈的话 从这边开始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 先取出胶水 这个位置怎么确定呢 我们取出图纸 然后将这个对折的这个点 对准这个直站的下端 然后上端呢 是比如说这 从这个点稍微往上去走一点 大概五毫米 五毫米左右 五毫米当中毫米左右 在这个位置取一点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沾上浇水 少沾一点 不要沾太多 沾好之后呢 我们取出两股绕线 从这个地方开始绕线 我给大家演示的这个是 是这两个的直站 稍微粗一点的 就这样从头绕到尾 到的时候可以稍微 弹力的整齐一点 不要太乱 密一点 绕到头之后呢 在这个位置站着 再沾一点浇水 进行固定 也是少沾一点 尽可能的将同丝都包上 接着像这样呢 只要一圈就绕好了 接着我们来绕第二次 反方向 反回去接着绕 绕的时候不要让它重合 就是每个不要这样绕绕 这样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疙瘩 它的时候就是 每根线不要压在上一次绕线的那个线 绕到这头之后再少沾这条 再绕一次 这个要绕四次 这是第三次 开始到了结尾的时候 再沾点浇水 接着我们再绕最后一圈 绕第四圈 好 绕到最后 然后再最后沾点浇水 刚好浇水干了之后 把线剪断 像这样呢 一个质干就成好了 我们用相同的方法 成好两个 像两个这样粗细的 绕四圈的 红线都成好之后呢 我们取出我们刚才沾的这个花瓣和叶子 这个花瓣和叶子 我们首先组合的方法是 需要把它叶子和花瓣组合在一起 和这个铜丝链上 这四个呢 基本上的方法是一样的 可能这个樱花的方法 因为它是这样 它这个叶子的形状和 其他三个叶子的形状 差的比较有点多 它的方法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而其他三个呢 樱花这一款呢 给大家进行演示 我现在先给大家演示紫笛箱这一款 紫笛箱这一款呢 如果我演示完之后 大家就可以以此为推 做出小厨橘和玉金箱这一款 我先给大家演示完紫笛箱这一款 再给大家演示樱花这一款 首先我们取出这两片 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取出我们产好的那个细的桶子 取出这个桶线 我们先把上面这个多余的这个桶线剪掉 剪掉之后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摆放位置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叶子 因为我们图纸上画的这个图 适合这个是等大的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图纸上 这个也是 需要现在先把这个桶纸 长好的桶纸 装在这个 按在这个叶子上 首先呢 我们在叶子这个中间 中间将胶的位置沾点胶水 不要沾过多 少沾一点胶水 然后将这个桶线放在这 放如何放呢 我们就需要按照这个图纸上的这个长度 比如说这个边的这个位置 对着它 这样 放上去 放上去之后把这个胶水 我们可以再拿到手上 然后手上把这个胶水稍微处理一下 但是粘的有点 粘的多的话可以少给用手抹去一点 然后等它干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上面的这个质量有点太长 有点过长了 我留着这个有点过长 可以把它再涂一点胶水 然后把上面这一段剪掉 上一段上面这一段我们不需要的这一段 留下我们要需要的这一段 好 看这样的就粘好了 粘好之后 为了防止它掉落的话 我们可以用修线进行固定 接着我们取出那个细的针和这个绿色的修线 我们就进行固定 在这上穿好修线之后 我们从背面入针 然后在这个位置把它这个质感固定两次 然后在这个位置把它这个质感固定两次 固定了固定两三次即可 固定好之后呢 在背面打减 将线头剪断 接着我们再来 固定把叶子和花瓣固定在一起 这个这个质感的弧度呢 如果我们固定好之后可以再自行调整 还是把叶子放在这个位置上 跟它跟下面的图案重合 接着我们再取出花瓣 将花瓣放置在叶子这个质感上 放置的位置呢 也是和下面的图案重合 在放置之前呢 然后我们可以先在这个质感上端涂上浇水 只需要涂重合的部位 涂好浇水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花朵放置在这个质感上 让这个地方的浇水和花朵粘在一起 然后我们让它干 干了之后我们从这个纸上把它拿出来 拿起来 可以再在背面再沾一点小时 让它边上也沾一点 让它沾得更牢固一些 整它干了之后我们再动它 现在可以先放置在这个上 另外两个这个小书菊和浴金箱 沾的方固定的方法是和这个一样的 我们都是先把这个叶子和它下面的这个 图纸上的这个叶子重合 重合之后在这中间给它放上质感 粘上质感 粘好质感之后进行固定 最后再把叶子和质感固定在一起 然后接下来我要说说注意的一点是 这个小书菊 因为这个小书菊不像这个浴金箱 它是有明确的这个方向性的 特别容易就能找到这个小书菊 可能我们剪下来之后方向性就不太明显了 需要给它对在这个图纸上可能不太好对 但是我们可以找两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小书菊 看一下我们的成品 小书菊可以看到的是它是朝向这一边的 朝向这一边的话就是这边会稍微短一点 这边稍微宽一点 然后窄的这边的朝上宽的这边的朝下 然后我们在摆放位置的时候呢 需要找到这个这个方向性 然后这两个这两个弧度比较窄的这个位置是朝上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这两个点找 这两个画板找出来之后就能对应图案了 我们找到这两个点 然后和这个图案对应在一起 像这样的基本上就重合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粘到一起 粘的方法和前面这个紫钉箱粘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就不给大家再演示了 大家用这样的方法呢 将这个小书菊和郁金箱粘好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演示如何粘樱花这一款 我们还是取出比较较粗的这个质感 然后将上面多余的这个铜线剪掉 剪掉之后呢 这个粘的基本的方法是和前面是 和前面几个是一样的 还是将叶子放在这个图纸上 和图纸上和图纸的图案重合 接着我们来摆放这个枝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枝 枝干呢 和叶子重合的部分只有这一小块 所以我们只需要在这一小点上沾上胶水 也是不要沾过多的胶水 稍沾一点即可 沾好胶水呢 然后我们把这个枝干放在这个小点上 还是底端和这个图纸的这个底端重合 这个弧度呢和下面的这个弧度相同 我们可以先对照着这个下面的弧度 把这个弧度凹出来 然后再放在这个叶子上 拿到手里先固定一下 等它干 干了之后呢 我们还是把它取出绣线 然后取出一股绣线 进行固定 将个枝干和这一小段固定在一起 尽量不要让这个下面这个露出 对面这边的叶子不要露出来太多 固定两次之后呢 我们再边边打击 将线剪断 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来固定花瓣 将这个枝干和叶子整体放在这个图纸上 调整好位置 调整好位置之后我们取出花瓣 我们需要找出这个一整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纸 这一个花瓣呢 是整个花瓣都是在这上面的 我们盯的时候也是先盯这一个 然后把这个花瓣呢 是朝这个方向的 按照图纸上 把这个花瓣盒底下的图案重合 再掰得干一点 重合之后呢 我们把叶子和花瓣重合的这个点呢 沾上浇水 只需要在叶子上沾一点胶水就可以 然后质盖上沾一点胶水 放在这 我们再放这个花瓣 将花瓣和叶子固定在一起 还是等它干 调整一下位置 位置基本上和这个图案上的位置是一样的 担干了之后 这个花瓣和叶子就粘好了 这两朵花都做好之后呢 粘好之后呢 我们来粘背面 首先我们取出这个白色的这个皮子和胸针 我们先要将胸针固定在皮子上 如何固定这个胸针呢 我给大家讲解讲一下 比如说这三个花 这个樱花 郁金香和小橱菊 这三个花 它们固定的时候都是这样 横着是在它的这个花的背面 只有紫钉香这一块 它这个横着放不下 只能竖着放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在固定这个胸针的时候 因为是两个花是一个皮子 所以我们如果在做 需要它们两个在一个皮子上固定的时候 就是像这个 一个是横着固定 一个是竖着固定 这个胸针是一个横着固定 一个竖着固定 像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弄 确定好这个两个花的位置之后 然后再来固定这个胸针 另外两个呢 樱花和这个玉金香呢 它们两个都是横着的 我们在固定的时候 就是两个都是横着的 然后找好位置之后 我们来进行固定 固定的方法呢 我现在给大家进行演示 首先我们取出胸针 然后找好我们要固定的位置 然后把胸针放在这个位置 接着我们随意取出一支笔 在胸针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相对应的这两个位置 花两个点 花好点之后呢 我们取出我们用剪刀 把这个布 把这个皮子对着 在这两个点 稍微剪一个口 不要剪太大了 剪小小的一个口 但也不要过小 大概是三毫米左右 剪好口子之后 我们把这个胸针打开 将胸针 这个针的这头 从这个孔中穿过 这样 把这一块 从这个我们剪好的这个口中 定出来 另一侧也是用相同的方法 因为这另一侧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顶的时候 要把这个胸针 不要上这样 让它胸针的这个尖的 这个宽的位置对准的这个口子 稍微慢一点 太用太过用力的话 这个口子可能会变大 像这样呢 胸针就固定好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合上 另一个呢 用相同的方法进行固定 两个胸针都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来进行粘合 可以先将胸针和这个 这个皮子固定在一起 在胸针这个背面的位置 稍微粘一点胸水 把胸针固定一下 在胸针干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固定这个花瓣了 固定的时候呢 我们先用胶水 在这个花瓣的边缘 沾一圈胶水 可以这次的胶水 可以稍微多一点 但也不要太多了 然后中间再沾一点 叶子上也沾上胶 沾的时候都在边缘上沾一 沾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在 固定胸针的位置 然后用手 将皮子和这个 我们做好的这个花 粘在一起 另一个用相同的方法 好 谢谢大家 在花瓣的边缘 多沾点胶水 沾好胶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在 还是放在我们刚才 装胸针的这个位置 然后用手 将这个花瓣和 这个下面的皮子 固定在一起 可以朝下摆放 然后按压一下 按压好之后 等它干了之后 我们再进行裁剪 这个等胶水干了之后 我们来裁剪 裁剪之前呢 我们可以在边缘先画出 这个图案的形状 可以大概画一下图案的形状 比方剪的时候多剪 多剪的话 我们可以再修 就是如果有流的 没有没有剪去的那个皮子的话 我们可以后面再修剪 但是如果剪的太理 靠里的话 就没法再给它补上 所以我们剪的时候不要过河 慢慢的一点一点修剪 如果你那个笔是黑笔的话 我们刚才画好的那个线 如果你那个线是不可削的话 或者不可去的话 就经常剪的时候 就把那个线的痕迹剪掉 这个地方先留着 我们先剪 先剪上面的这个画杆 我们先剪上面的那个线 剪刀燕子的这个地方呢 接着我们再回到背面 接着这个地方来一道 接着我们再慢慢修剪 可以看着正面 然后让这个白色的皮子露出来 尽量正面不要看到它 修剪的时候少修剪一点 不要下手过后 一点一点的来 正面不要看见这个皮子 背面都不要让沙漏出来 修剪的时候稍微慢一点点 修剪背面的时候 尽量不要修过了之后 让那个沙漏出来 再次央剪背面 这个因为它边上这个拐弯的地方比较多 所以这个修显的话会比较难一点 我们从正面看一下 基本上是看不到那个皮子的话 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算是减好 然后背面然后看不见那个沙 如果修过了的话 这个沙就会漏在外面 那样的话就算是修的有点过 像这样子的基本上就算是修好了 修好了之后这个紫禁箱就算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款 这款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 拆减的话会比较难一点 另外两款呢 就那个小出局和飞机箱 相对来说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第一边剪的时候 就先粗略的把这个大概的型建成 然后慢慢的再去调整 继续它这个型 现在我们来进修一下 进修的还是这个角的位置 比较不好不好扣这个型 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卖一点 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卖一点 我们稍微卖一点点 剪到这个质干和叶子相交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要稍微慢一点 这个地方的话 是比较难的 我们还是需要将这个镂空的位置给剪出来 剪的时候呢 又不能把这个地方给剪掉 剪掉了之后 这个地方就会露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稍微慢一点 稍微剪一点 把那个质干流出来 露出来 像这样子大概就可以了 我们再剪一下叶子 嗯 谢谢观看 像这样子呢 我们就基本上是剪好了 正面呢 我们就基本上看不到那个皮子 你再修剪一下这块 这块还能看得见 这样呢是 这里就基本上看不到皮子了 然后背面呢也露不出来 像这样呢 这个樱花的这块 就基本上就剪好了 全部做完之后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全部做完之后呢 就是这个